你好,欢迎收看12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富里乡轮天大桥在0918地震当中断掉 县政府积极推动栽负工程计划 同时也要赶在12月底前完成搭建临时便桥 不过民众却发现除了圆桥体之外根本就没有动静 他们期盼可以赶快搭建完成,恢复两岸的交通 0918强震震垮的轮天大桥 县政府积极推动栽负工程计划的同时 也在原地溪底搭设临时便道替代 只不过现场除了断桥就体也不见任何动静 引发附近社区部落的关切 现在不对此指出,轮天大桥便道将采用10公尺长寒管便桥 以及20公尺长寒管便桥各一座 而溪底将铺设混泥土作为临时路面 预计12月底前就可以完工 要到轮天大桥那个凉厅的时候就左转了 左转弯下去有一个路再往右转就是往左击那方向 其实本来就有一条路是可以通到第一方 那我们会利用那条路来做 因为你本来的高地溝差实在太大了 你要找一个路线几乎坐不进来 其他其实像路况什么的我们都会以兵整理的 由于目前为迅速阶段,气候不稳定也影响施工进度 新政府建设处表示12月已经发布动工 轮天西底变道渴望在月底完工 而至于高辽大桥钢购变道 因钢料尺寸较大 预估农历年前完工 除了是恢复两岸交通 农耕交通也将畅通无阻 记者是越南复理采访报道